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月份的座谈天下 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PG&E的中文发言人Fiona Fiona,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Fiona刚刚过完年了 我知道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PG&E都会有个大礼包给我们的新生学子 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时间上的改变呢 好,其实每一年PG&E都推出两种奖学金 一种是我们职工协会,我们自己的筹款是发起的 另一种是关于STEM的,比如一些科学学科的奖学金 通常年初我们一定会推出这个职工协会发起的奖学金 今年的情况是怎样呢 今年现在已经接受报名了 我们属下有13个职工协会的,分别是他们籌污他们的经费 加上有些公司我们又会有些配对 所以今年大约有20万的奖学金可以供大家申请的 我们目标希望可以吸引到可能150至200个得奖学生 可能他们每人都会拿到500至6千元不等的奖学金 所以希望大家趁这个时间,截止之前要申请 这个奖学金有没有针对前两年拿过的人 今年他们还有没有机会会拿到呢 这个奖学金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职工协会筹款得回来的 我们的目标也挺清晰的 他们只会开放给未来年九月份 会开始入大学的同学 还要入全职全职读书的学生 即是说这个奖学金就是要给一些 现在是高中毕业的学生 又或者已经高中毕业了的学生 他们去申请的 例如有些朋友可能我已经高中毕业了好几年了 或者有些是退悟军人 他们想回头现在想读一些全日制的大学的话 我们都欢迎他们申请这个奖学金 你刚刚提到就是要九月份入学 接着要是STEM的学生 那有没有说是一定要是第一个学位 就是好像你刚刚提到那些退悟军人他们想重读 那如果他们本身就已经有一个Bachelor的这个Degree 然后又再想读一个STEM的Bachelor 那这个情况是不是都可以 那首先这个职工奖学金就不是STEM的 这个职工奖学金基本上就是你读什么学科 我们都欢迎你申请的 但是因为是职工协会是提供的 那我们属下的13个职工协会 他们有不同的Focus Area 比如我们有亚裔的职工协会 有非裔的职工协会 有残障人士的职工协会 有甚至是专门为长者服务的职工协会 所以基本上有兴趣申请这些奖学金的学生 其实最重要就是 刚才我说过的条件就是你要是高中生 或者已经高中毕业了 那另一个条件就是 你基本上是对这些不同的范畴 有些有些承认的 比如可能你是 我当大家可能是华裔的观众 那你当然是顾名思义 似乎是可以申请亚裔的奖学金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 可能不是我的小朋友或者学生 他对一些的长者的社区 或者对一些残障人士的社区 都做了很多不同的义工服务等等 或者是有经验的 家里是照顾长者 要帮忙照顾残障人士 所以他们都可以申请其他奖学金 所以这奖学金就比较多元化一点 就不是一定是要读学生的学科 有一个是专门学生的学科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申请的 那什么时候截止呢 那个截止日期就是2月24号 很快的 但是我们上网的申请表就在网上了 而一些同学很聪明的 上网可以大家申请 也很简单的 就是上网填妥里面的表格 然后就申请 这样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有一件事都提醒大家的 刚才说过了 你一定要是未来一年 冬季会入读全日制的大学 另外你也是在申请的时候 你主要的地址是在我们PG&E服务范围的 应该就不属于这个方法 是的 南加州可能要查询他们当地的电力公司 好 谢谢Fiona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你是PG&E的用户 我立刻要去PG&E的网站 看看这个Scolish是否适合你 又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 好 我们休息一会 下一部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欢迎回到第二节的座谈 Fiona 现在已经是2月了 但是我知道1月份 即是过年那段时间 我们就发生了一些 很大的大气河流而产生的风暴 其实这件事对PG&E 有没有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其实那个风暴真是百零一遇 其实我们之前那几年 都是干旱 没什么雨水 反而这次迎来这么多的雨水 其实都是好事 不过这个风暴又强映得太厉害了 因为我们看回一些数据 譬如我们录到的风速 有些地点可能是 差不多超过100公里 即是说是快过一部车 很明显 所以大家看到新闻片段 很多树倒下来 很多我们的设备都倒下了 有些树摘冷类设备 甚至乎我们的设备都是吹倒下了 所以在我们就由12月30日开始计算 一路开始back to back 这样打风 我们断断续续是录得有 差不多300万用户 是有停电的 有经历过停电的 我们都派了5000个同事 日以计计去恢复供电 去抢收设备 我们都很幸运 得到有12个其他的电力公司 包括全国及加拿大 他们都派了一些 我们叫Mutual Aid的队伍 来帮助我们 他们都有2000多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拘捫 可以拿7000人去维修加州电力 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个 这么大型的一个风暴的应对的计划 但是当然了 都是很谢谢受影响用户 他们很耐心 因为我们都明白很多用户是有断电 不论你是断很短时间 或者很长时间 我们都很感谢你的耐心 因为尤其是我们说的一些地点 是很难能入得到的 因为完全是那些树垮了 我们这些同事 加上我们没有办法用直升机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 本身就很大风水 那变成了我们的同事 真的途步拿着一些设备走进去 他们亦都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是当然我们都是以我们同事安全的 为设想第一件事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尽快去抢收服务 但是都是一个 百年一遇的一个大风雪 大风暴 因为虽然我们湾区是下雨 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服务饭 是下雪的 那变成了 影响是非常之大 有没有湾区去哪个地方 影响得特别严重的呢 其实看回湾区 其实是多树木的地方 那个影响就会最大 因为最主要有些树会塌下来 会摘到我们的电线杆 电线设备 其实如果看回过去的风暴 就是譬如你看回食物车 譬如是280以西的地方 又或者是南湾 今次南湾是非常之严重的 那个情况 其实你都看到新闻片段 或者是Santro Coast Santro Coast 就是一些Salinas 一路下去 Capitola 那些地区 Santa Cruz Santa Cruz 因为他们有很多树 基本上有很多树 有很多树木的 我们Santro Sea 甚至乎有一个 直接是一个书电塔 是一个书电塔 是塌了的 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因为不是普通的电线杆 书电塔 一般来说 服务的用户是比较多的 所以 这次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的经验 在统筹方面 面对将来更加有机会来到的一些风暴 我们都会知道有些相应的措施 或者是改善的方法 是的 Fiona 因为我记得从去年佛罗里达州的 Iron的这个风暴之后 我们其实一直都觉得 这件事 风暴自然災害 这件事很大 在那件事之后 PG&E任务 开始去想想 未来加州如果遇到这些极大的风暴 应该如何去应对措施 其实我们对风暴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其实是过去的 只不过过去那几年 我们可能的 Focus的范围是集中在山火 因为基本上 就算是山火季之前 我们以前一向每一年冬天都打 即是有冬天风 只不过去最近可能说五六七年 就变成山火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应对这个风暴 都有相当长的经验 尤其是其他州份 如果他们打风 我们都会派我们的队伍去帮他们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都会是已经是有相当的经验 去面对风暴 不过今次的风暴来说 真的是一个一百年来 都没试过这么厉害的 是五级的去到 那那个风速都很厉害 所以呢 我们都会 亦都是有很多的 检讨 看看将来我们希望 其实我们很欢迎下雨的 因为我们加州真的需要雨水的 不过如果当有了风 这样就可能 就是未必是最 我们最完美的情况 是的 因为始终有风吹那些树 就会吹我们的电线杆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计划 现在也是在进行 就是我们会 将那些电线杆埋在地上 但是当然了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呢 都是一路这样以来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 应对计计划 我们的同事也都受很多的训练 我们也都有公司的一些 company exercise 万一面对于风暴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做 嗯 我都记得当时 开始觉得 会有这些大风暴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在11月和12月的时候 有做过关于灾难的时候 应该如何应对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就看回我们之前的几集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 我们下一节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欢迎回到第三节的座谈天下 Fiona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风暴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我相信观众朋友 都是比较担心 比较想知道 就是关于电费的问题 我记得由去年开始 一开始打仗之后 油价和电费就开始飙升了 到现在我们还未看到下落的迹象 并且感觉到 这段时间的电费又昂贵了 你有没有什么 不是的 其实我也想用这个机会去解释一下 看看究竟 让大家明白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 那个费用上升的原因 其实大家如果最近 有看回电费 其实你看到 那个煤气费 是多了很多的 是煤气费 我说的是 其实煤气和电有点不一样 煤气是一个 在市场上面 一个可以买卖的 commodity 它就是因为 由于市场的价格而去浮动 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供应和需求 去令到它有浮动 那我们其实看回 最主要的 我们遇到 有些挑战的 其实 首先我们讲这个 需求 好吗 需求 其实我们看回 今年来说 其实是去年11月中开始 我们的服务范围 天气开始冬了 这个冬天是来得早的 亦都比以前冬的 我记得去年差不多 那时候 我去了力他豪那边 那时候还没下雪 但今年就已经 因为风暴的原因 已经很大雪了 是的 今年完全比去年 冬天来早了 那就是说大家需要煤气 那个要求 就是大了 很早就大了 已经越来越 那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看得到 就是那个煤气 天然气的供应 那个需求 来得比较多 就是什么呢 是住宅用户 和是small business 的 我们会知道 他们会开 那个煤气比较多 那 在那边 这个需求已经大了 好了 我们也都遇到一些困难 在供应上面 那供应上面 什么困难呢 就是呢 最主要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夏天的时候 当天然气价格便宜的时候 我们就会买定些天然气 就放在我们的储存库里面 然后呢 就是冬天季的时候 就拿出来给大家用 去稳定大家用户 那个天然气的价格 但是今年 说到 我们夏天 想买些便宜的天然气 就已经很贵了 就已经很贵了 是的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记得 其实6月中 那个油价是最高的 那变成了我们在这方面 就有些困难了 去购买一些便宜的天然气 已经有困难了 但是即使我们 去尽量去采购一些 比较便宜的天然气 但是今年 冬天已经11月中就来了 大家已经去开始用了 那变成了 我们那个天然气的存放 那个量是不足够的 那现在我们看回 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去比较 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量 是少了三成的 就是原因呢 就是因为油价贵了 天然气的价格贵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一个便宜的价钱 去入定些油价 那加上那个冬天早来了 那我们又要很快 就是天然气的那个 输送呢 就已经是由11月中已经开始出现了 那个需求 那变成了这些因素加买呢 那就令到那个煤气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 我们一定要在市场购买 那按照市场的价格呢 去输送回用户的 贵也要买 是的 那还有呢 有另一个大问题呢 就是其实呢 这个困难呢 就并不是单单我们的PG&E 其实呢 所有西岸的电力公司呢 他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困难 我们都会和 就是已经和北加州 南加州 甚至乎是Washington 州 Oregon 州 那些电力公司 大家都经常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 就是将我们用户的那个 就是费用减低一些 那我们有一个希望呢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 另外一个就是 供应的一个挑战 就是呢 其实我们在西岸呢 大部分的煤气供应呢 是来自德州的 那而德州里边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呢 那它有一个叫做 El Paso 的一个 天然气的输送馆 就发生了意外的 之前 那 变成了它要去维修啦 那但是它维修的时候呢 它们要得到那个 就是 其实 你可以想得到 它们是一个天然气的输送馆 那个不像我们的公路一样的 因为它是四东八达 是送去全国的不同的地方的 那当然是一个 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 一个输送的设备呢 它们 万一要去有任何的改动呢 它要经过联邦政府的审批的 那有很多的 就是 它们要去检查啦 去审批啦 通过啦 才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 就是修补的 那 那变成了呢 我们所有基本上 在西岸的电力公司呢 就在那儿等着 在依赖这个德州的输送馆 是的 那变成了 我们能够呢 可以在德州输送一些便宜的天然气 回来的 那所以呢 就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因素下 有供应 和需求的因素 令到呢 我们去到一个 一个位置呢 就是 大家会见到 为何天然气的账单 是这么贵的 那当然啦 我们希望呢 未来就是 都会有转机的 转机的 就是希望我们的天气 会回暖 大家不需要用这么多天然气啦 那希望德州的那个 输送馆 尽量尽快去通 是的 那变成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便宜的天然气了 是的 那你提到这个 这个电费已经是已成定局 就是目前来说 已经成定局 那我们的用户 有没有什么 优惠的计划 可以给他们呢 那当然呢 我们还有 我们的Care和Fair的计划 给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家庭 去申请电费 或者煤气费减免 那我们呢 另外呢 亦都是在研究中 有些什么呢 可以帮助大家 去尽量去减轻 那个电费的开支的 那我们有些 计划的计划 或者有很多 不同的计划的 那我们希望大家呢 可以主动联络我们 那我们呢 让我们呢 可以了解你的需要 去帮你呢 介绍一些 可以适合你的智能计划给大家的 嗯 那所以说 如果是用户上省电的话呢 首先 看看自己是否符合Fair和Care的话 还有就是 少用点 少用点 省一省 而解决这个炎眉之急 好了 如果观众想重温本集内容的话呢 可以去到我们天下卫视的 YouTube官方频道就可以见到的了 好 佳南 我们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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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